新北市幼兒園群聚案延燒 經擴大採檢後確認10人染疫 因此市府昨天6號晚間升級 強化二級警戒 不料今天7號早上又新增5例確診 新北市府在上午緊急召開記者會 說明染疫最新狀況 那經過昨天下午出來 我們知道有10名失身染疫 經過我們這段時間 不斷地擴大方略 擴大採檢 我們可以確定 除了這個10個失身以外 在今天又增加了 兩位幼兒 三位家長 總共增加了5位 經過連驗疫調 共有182位接觸者 被送往集中檢疫旅館採檢 截至10點左右 已有162人採檢為陰性 其餘陸續採檢中 而新北中和另外一間國小的 一例確診個案 新北市府也對五間相關學校 採取預防性停課措施 至於另外有一個學校 大家非常關心的是另外一個個案 因為同學染疫 我們特別在那個班級停課 以及前校避防性的停課三天 這也是另外一個個案出來 我們採取了對孩子的保護 一課都不能等到 所以昨天晚上我們連夜採檢的緊急應變 停了五個學校 總共停了4,327年的學生 避防性的停課 就怕德爾塔病毒來勢洶洶 新北市將召集醫療院所共同商討 增加醫療量能 並呼籲要讓孩子們儘快施打疫苗 得到充分保護力 而新北衛生局也證實 中和某國小為單獨確診個案 和板橋幼兒園群聚案並沒有關聯 原事新聞給大家一顧新北市台訪報導 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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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